中共及港府宣布兩地七個口案 將於1月8號恢復免檢疫通關 但日單向各6萬人可過境 不用再做核酸檢測 民眾只需要提供通關前48小時內的 檢驗陰性結果即可 中共開始全面開放邊關 但境內的疫情卻比以往都嚴重 頻傳醫療資源不足 染疫身亡者數量之多 已讓殯葬業無法附和 香港學者對於中國疫情發展情況並不樂觀 可能會有1萬億死亡 在中國的冬季疫情 雖然港府強調不會為短期來港的非香港居民 免費接種公費疫苗 但香港民意研究所發布民調 指出香港有四分之一非民主派支持者 不滿防疫政策及全面通關 港人不僅擔憂疫情延燒到香港 也擔憂中國人湧進香港付費打疫苗 搶藥物和醫療資源 因此在香港當地也出現排隊打疫苗 買藥物自保的情況 會不介意給錢都拿來打疫苗 到時與其先後大家互相逼來逼去 不如我自己早點來打 目前在微博上已經有許多中國網友 紛紛發文表示要到香港打 復必泰的二加疫苗 這種現象也側面顯現 中國人對於中共政府推的科興 國藥疫苗並不信任 新唐人雅特電視黃燕林綜合報導 提法師